一跳成名后,Lisa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在接受完勋章后,Lisa并未和队友一起返回韩国,而是飞到巴黎 Lisa观看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举行球赛 这是巴黎圣日尔曼和纽卡斯尔联队之间的欧洲冠军联赛比赛 不少大咖都到场观看,其中便包括了Lisa和LV三公子 当天,Lisa穿着一身黑色外套,内搭白色高领毛衣 可以看到Lisa全程看得十分认真仔细 遇到精彩瞬间会大声尖叫 LV三公子也在现场,只是两人并未坐在一起 和Lisa的笑意如花的模样相比,LV三公子也是全程冷脸 脸上没有一丝笑容,对此网友也是议论纷纷 有网友感慨Lisa实在太小娇妻 多次飞到巴黎跟随LV三公子,嘲讽其倒贴 的确,Lisa已经多次被拍到和LV三公子同框 还有多位服务人员也偶遇过两人 他和LV三公子的啾啾哥